歡迎回到田徑新台灣 這兩天如果你在網路上面 你可能會看到有一個這樣的影片在流傳 就是有一位老師呢 他是中立高中的音樂老師喔 音樂老師但是在課堂上面呢 要學生怎麼樣 要背誦說高雄的五千個tone是陳菊造成的 所以有五千棟之菊 還逼學生呢 要喜歡韓國瑜但是討厭民進黨 怎麼會這樣呢 到底他是音樂老師 還是政治思想的軍訓教官 或者是... 課堂上要求學生跟著念別人的小孩死不完 諷刺主張台灣主權的民進黨政府 但這不是最誇張 所以高雄 一場大於五千個tone 以後 要叫高雄 五千棟之雄 聽一遍 五千棟之雄 大酸前高雄市長陳菊讓農民倒霉 挺韓國瑜立場超鮮明 甚至還要學生一起罵 等到陳菊有五千棟 不知道 我換到誰 陳菊 所以以後 先到陳菊要叫五千棟之菊 念一遍 五千棟之菊 學生一度遲疑 但最後還是只能跟著念 64歲的吳顯貴在桃園中立高中任教23年 課堂上從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 引起不少反彈聲浪 有網友說 吳顯貴曾經還因為當過太多學生鬧上新聞 有學生更爆料 之前投訴他都沒有用 直呼這樣的老師不適任 我想這個確實不當 也以跟教育基本法所秉持的 教育因本中立原則的這個是相抵觸 學生上課學習知識 因為老師卻大談特定政治立場 校方13號早上召開緊急會議 發表聲明 決議既吳顯貴老師一支大過 也會依違反教師法進行處分 三新聞張宇宙光雄宇 桃園報導 好 像這樣的老師 事實上他已經被投訴過 但是就是沒有用啊 那麼現在寄了一個大過之後 回去他會不會找學生秋後算帳呢 學生PO出來之後 那麼接下來上他課的學生 會不會覺得也是新怕怕 你看他手上拿的那個 那是藤條還是鐵棍還是什麼 還是木板 就這樣敲敲敲 你學生叫你跟著唸 你敢不唸嗎 問題在於說他是一個音樂老師 老師你可以吃韓粉我們也都OK 但是問題是一定要這樣逼迫學生嗎 好 這是一個韓粉 另外一種韓粉呢 帶大家來看一個新的現場 那就是之前有訪問 韓國瑜的廣播主持人黃光琴 在播出之後 因為對於就是韓國瑜 就是韓國瑜到底要不要做好做滿 四年現在引發了論戰 尤其是韓國瑜出來之後還問說 那是誰說的 現在黃光琴也遭受到了威脅跟傷害 不只是只是網路的謾罵 連他的家人現在都遭殃的 氣得呢他現在要提出這個到警報 來到警察局來提出報案 詳細的情況連線給記者謝孟哲 廣播主持人黃光琴的日前專訪韓國瑜 去談到他市長究竟會不會做好做滿 而韓國瑜也在節目上有所答辯 沒有想到這一場專訪 卻讓黃光琴變成韓粉圍剿的對象 不斷地用臉書的留言以及私訊攻擊他 那原本黃光琴都不想追究 沒有想到之後韓粉居然開始針對他的家人 甚至他的兒子 甚至還威脅要對他的家人跟兒子不利 這才讓黃光琴認為事態不妙 下午將要到警局去備案來聽聽他怎麼說 他們甚至嗆哦說你抓 你看他是誰啊我們等著看啊 就是說還有人刪文啊 開始在刪文了 就是說對一個作為父母親的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是公眾人物 但是當有收到又不例如家人 尤其小孩子的這些留言的話 我們能夠隱忍嗎 我們能夠不採取行動嗎 然後就是反正跟他們不唱同樣的調 都要不拱韓國瑜參選的 都要遭受同樣的待遇嗎 這個太不理性嘛 黃光琴表示呢他的錄影節目的內容 其實都有錄音跟錄影來存證 但雖然說韓國瑜在下節目之後呢 對於剛剛上節目的一個內容有所否認 但是他在證據充足的情況下 卻要遭到韓粉這樣無情的攻擊 甚至是威脅到他的家人是讓他沒有辦法接受的 他也表示呢在這樣的過程之中呢 韓國瑜可能會有政治誠信的問題 而他也批評這些韓粉只要不順他們意 恐怕就會遭到被恐嚇甚至威脅家人的下場 讓他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他下午會立刻到警局 將他所搜證的資料來進行報案 以及被案的動作 算是要保護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好我們都說這個海流威力很大 但是韓粉是不是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呢 比如說一位高中老師像這一位中立高中的老師 逼學生附送 然後高雄就是五千棟之雄 陳菊就是五千棟之菊 然後呢要歌頌國民黨 然後呢說這個民進黨是白痴 或是把男孩子死不掉 你作為一個老師 用這種棍子的威嚇 這算不算是一種強迫 另外再來就是黃光琴做一個媒體人來訪問 也要被霸凌 甚至於呢韓粉就寫說 這些辱罵的字眼最後是連人家的孩子都不放過 任俊看到這裡的時候 這是不是已經是一個失控的台灣呢 我先講老師的部分 其實我不管他是音樂老師政治老師或是什麼樣 那我不認為這種個人的政治立場適合 也不應該拿到這個課堂上面去作為他的闡述 很簡單 對於學生來講他第一個他休息是什麼課 你應該針對你的專業去做 但你看得出來在剛剛被學生偷拍的這個影片裡面 我完全看不出來你是有唱歌還是有怎麼樣 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你拿了一個棍子 在那裡揮啊揮的 然後所講的都是這個政治的東西 而且你講的其實並不完全正確 比如說他剛剛提到說高雄五千個洞是誰造成的 我們那時候坐在這邊我第一個想說不是下雨嗎 你可以去質疑講說他的市政的施政 或者是他的道路工程品質這個都OK 可是你直接把他認為說這個就是成 那是成局去挖的嗎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就是說這我不知道是不是假新聞 但最少應該是一個這個假的訊息的傳遞 那所以我講說今天我覺得大家在看待這件事情是一樣的 不管你是挺國民黨的挺任何一個政黨的 或者你喜歡跟不喜歡 是不是在課堂上 因為你老師是一個在課堂上面 你是擁有一個絕對威士的一個人 學生成績能不能過是在你的手上面 那學生在這個課堂上面表現 如果他不能夠要求你的方式說 因為你看到他是來大家附送一遍 大家跟著我來唸一遍 那如果不做會不會因此受到處罰 我不知道因為影片沒有拍到 但是你所呈現這個樣子 適不適合一個成熟的老師 他在課堂上應該有的表現 那我認為這個可以可受公平 那我個人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是完全不認同這樣一個老師 不管他是含粉什麼粉通通都一樣 那所以在這個塊裡面 我認為他自己的這個學校的校長 如果他已經他現在 我不相信他現在不知道這件事 就是說我現在只看到教育部的 這個教育部長有出來回應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他的學校 必須對這個事情 這樣老師還要讓他繼續教下去嗎 因為後來我們看到很多留言 很多學生是一看到這個貼文之後 就說我給他教過 他一直就是都是這樣 這個我相信學校應該有這樣智慧去處理 如果老師的智慧不夠成熟 在課堂上做出這些事情的話 那學校怎麼去看待 那我相信在其實學生 不管是學生 或者是看電視的這個觀眾朋友 你都會有各自不同的立場 我們你可以罵我們 你可以不不不喜歡我們的言論 但是在學校的這樣的一個場合裡面 適不適合做這樣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你是理性人都會認為這是不適當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剛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的媒體算前輩 王光琴 他遇到因為在這個專訪的過程當中 我必須講 我自己也看了這樣的一個專訪的片段 尤其是被認為有爭議的那一段 你可以各自解讀 但是對於你自己所支持的人 因為被認為說 可能跟你的想像中的不一樣 你就要去發言辱罵他 羞辱他 甚至去講說 我知道你的誰怎麼樣 我跟各位真的報告 我們也都收過 如果有看我臉書就知道 我前兩天就開始罵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也收到私訊 直接有人就因為他的政治立場 跟我們想法不一樣 因為他對於政府有些政策 跟我們的利潤不相同 就會直接到你的臉書上面 私訊來留言告訴你講說 我覺得你就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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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啪啪啪 那不管如何 對於這些事情來講 我們可以一笑自知 因為我們會自己照顧 我們自己的安全 可是如果你去威脅人家家人 人家小孩子才幾歲 你如果可以失心風道 去人家那邊留言 你覺得反正我就是 講完了我爽了 你覺得你不用負任何的法律責任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理性的態度 就我們一直在很自豪講說 我相信這些 我不把它跪為韓粉 因為我知道在韓粉的族群 裡面也有人講說 那是假韓粉 他故意去那裡弄的 讓大家來罵韓粉 我這樣講就是說 釋放這個訊息的人 你真的以為 當你嘴上打完了這個嘴砲 你爽了 就讓你心頭泄恨了 所以一切傳過水 我完全不這麼認同 所以如果光景姐確實 她有收到這樣一個訊息 我完全支持她 就把那個訊息截圖下來 把這樣東西去 跟警察去報案 是 因為我覺得社會沒有辦法 容忍這樣的一個事情 對於那些瘋狂 對於政治的愛好者 其實這個事情會越來越多 為什麼 因為選舉會越來越熱 現在只是一個 所謂的立委補選而已 現在只是一個還在討論當中說 他要選或不選都變這樣 那你真是進到選戰的時候怎麼辦 如果我們今天所有的這些 對於政治的喜好者 都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手跟嘴 然後只來講說 我們因為支持某人 所以我什麼事都能做 那不要拜託 請你不要在我面前講說 這叫做民族 我個人根本不屑這種民族 好 這到底 真的是不是一個民族呢 我們來看一下黃光晴 他的臉書 之前稍早說他怎麼講 他就說呢 感動我的孩子試試看 歸納韓粉鋪天蓋地 霸凌我全家大概有幾種 第一 最難聽的語彙 第二 扣帽子 使我們變成豬王科 或民進黨人 然後栽贓我們拿了好處 再來是用網工打電話 私訊方式騷擾 再來呢是白的縮成黑的造謠 但最令他感到擔憂的是什麼 揚言傷害我的兒子 好 那麼韓國瑜的一句 誰說的猶如吹響了 網工的號角 這個團體從喪到下 人神不分 全力熏心 不容異己 不講自由 我跟我老公對政客失望 也不是一兩天 不差韓國瑜一個 但是他們不要再忍耐 要正面迎戰 因為你們感動我的兒子 試試看 我們跟你們拼命了 我覺得這個時候 就會看出說 這就是一位媽媽 但是這位媽媽 不能因為她自己的工作 所以讓小孩受傷 現場易於是這個律師 其實大家很多人在講 網路是不是就是躲在鍵盤後面 就是安全的 真的都抓不到 所以大家都不怕 網路確實它有它的匿名 因為在匿名的背後 很多人在講話 可以肆無忌憚 但是基本上以法律來說 你不管再怎麼匿名 因為你總是會有 你用了這樣的網路 你會有你的IP 所以你會有你的來源 那你的來源就被找到的話 他還是會進入說 毀謗 那如果你在網路上 你可能是用加重毀謗的形式 所以我非常贊成在這個事件上 那個王光綺他可以選擇用訴訟 然後來凸顯這個事情 事實上我覺得用訴訟 搞不好還會凸顯出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說這一些韓粉 到底他是一群人 還是說他是固定的人 因為為什麼 有沒有系統性 對 這是有沒有系統性的來操作 就是說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就是說你不管王光綺在訪問 這個韓國瑜的過程怎樣 那好也許訪問的 他的問話的這個形式 讓你們這些韓粉覺得不高興 讓你們覺得說 我就是希望韓國瑜出來選總統 你這樣問下去 如果真的做好做滿四年 他要怎麼選總統 沒有辦法達到你們的意的話 但是你有必要去攻擊王光綺 到做出人身攻擊嗎 先不要講說 對他的小孩子已經說 甚至已經拖 已經拖拖到他們家的人去 那更誇張 但是你有必要這樣去攻擊王光綺的個人嗎 你可以去說他的這個資 他的這個訪問的過程 跟專業度不足 你可以這樣去說 但是我去看 就是我去看王光綺的臉書 幾乎都是在罵嘛 都罵得莫名其妙 而且後來我覺得說 罵的語句 到後來我幹嘛都複製貼上啊 就是這幾套模式嘛 然後就在不同的帳號 然後打開大大大 然後就把它跌 跌得很高 這件事情事實上過去在邱易營那一個時候 113萬的一個留言 事實上那個留言到 都發現就是那幾句嘛 就是甚至於像是機器人複製一樣 對 這是不是也是一個現在的網路現象 就是說機器人可以複製 然後一直貼上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件事情突顯出來 就是說 好你用了在網路上的一個宣傳武器 他用了所謂AI的技術 或者是用機器人的技術 然後用很多假帳號 然後不斷的在做重複的一個騷擾式攻擊性的留言 我覺得現在的法律雖然說 針對這個我只能回到毀謗 可是我覺得是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坐下來去思考說 講對這種 他根本是用騷擾的 我們是不是要定一條新的法律 來遏止這樣用假帳號 用機器人去不斷騷擾不斷攻擊別人 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能任憑著這一些躲在網路的匿名空間之後 然後再對個人做這種不理性的騷擾 跟網路霸凌的狀況 我覺得這件事情 政府真的有需要要跳出來說 要讓他們似可而止 好 其實今天我們會討論這個話題 主要是 來 請盡力來講 如果你掃描我們電視螢幕上面這個QR Code 就可以進入我們YouTube Live的直播當中的聊天室 提供你針對我們這些意見 或是我們討論當中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也會成為我們的留言的討論的部分 比如說像剛剛這個老師 就有網友說讓他去中國當老師好了 然後也有說這是軍工教 被砍了所謂他們的年金等等 好 這樣的老師的水準 有這個當老師嗎等等 但是我會特別專注這樣的這兩個議題擺在一起 就是因為我想問時期就是 其實這都跟孩子或下一代其實是有關聯的 比如說這一位老師 他就是硬強迫把他的觀念灌輸給學生 而且不讓學生有討論的機會 如果他是 不論他是不是音樂老師 他真的拿出來把這樣的一個題目 如果單純一個機會教育跟大家一起討論 那是OK的 可是他不是 他就是填鴨式的 逼你拿著棍子 要你背進去 我覺得這樣子完全就是一種很可怕的觀念的改造吧 或是洗腦的 對 比較像是洗腦 就是說他要強加刻板的意識形態在下一代的身上 這完全違背教育嘛 這件事情大家都清楚 就是教育的本質其實是培養一個孩子 他有獨立判斷的能力 他可以自己去思辨他主張什麼 他信仰什麼 他喜歡什麼 他認爲什麼東西是有問題的 那個才是獨立思考 那個東西才是教育真正應該凸顯而彰顯出來的 而不是說我今天老師唸一句小朋友唸一句 然後老師的所有的這個意識形態 然後就當成聖旨天條一樣 用複製貼上的概念 同樣複製貼上的概念 貼近這些學生的腦子裡面心裡面 這是可怕的 這完全違背民主的自由選擇權利 這個就是極權國家才會做的事情 這個就是威權時代才會有這樣子的老師的行為 那我會覺得說這個老師的不適任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也教了二十幾年了 學校有沒有足夠的智慧去處理 看起來不太有 我認為看起來不太有 因為他也不是第一次被檢舉 你看在下面有多少的留言的同學都說 以前被他教過 他過去有沒有被檢舉過 都被檢舉過 可是有沒有做處理 看起來是沒有做處理 所以今天 那學校是不敢處理 還是不能處理 還是沒辦法處理 我不知道學校是什麼樣的態度 但是學校必須要 必須要有一個清楚的界線 你必須要針對社會的 這些眾多的疑問 提出你的立場是什麼 你接下來會怎麼樣處置 學校當然應該有態度啊 他已經逾越了教育的那條線 還是說你們學校以後全部都比照辦理 這樣的老師也可以教 我們每個老師都用這樣子的洗腦方式教 或者是這個是你們的賣點之一 出來講清楚啊 賣點之一啊 對啊 我覺得學校不可以躲在那個背後 你的老師如果用這樣子的方式 違背教育的本質 那你何必辦學呢 這個學校難道沒有一點責任嗎 我覺得學校當然應該要站出來說清楚 第二個大層次的問題是說 韓國瑜的支持者非常熱情 而且積極 並且這個很顯性的表露他們的情緒 這件事情我認為是可以被理解 我知道會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這應該要有限度的 你不能夠妨害漁越 中華民國法律的界線 如果你在這個網路上面 你對於黃光琴對於他的家人 有這樣子的威脅式的恐嚇式的語言 只因為黃光琴的訪問的這個 後續的發展不如你心中所想的 然後你就跑去恐嚇人家家人 這個毫無民主素養 你完全把法律視為無誤 那我當然覺得說 黃光琴今天為了捍衛他的家人 捍衛他的小朋友 然後跑去報警 這完全是標準作業 他必須要這樣子做 他不可以讓這些 愉悅法律界線的這些 韓國瑜的粉絲們 這個得逞 因為你一旦對於這樣子的暴力言語 示弱的話 他們會變本加厲 他今天對你可以得逞 他明天就會對其他人下手 然後他會要求整個所有的人 都必須按照他的思維模式 來接受他的領導和秩序 這個叫做民主台灣嗎 這完全不是嘛 那所以台灣能不能夠容許這樣的狀況 持續發生 絕對不能容許 那所以我當然也期待說 韓國瑜的支持者們 應該要 應該要有一些限制 就你們必須要用一個 符合現代社會的思考 邏輯的模式 這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一些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尊重別人 譬如說 稍微用一點理智 不是壞事 嗯 這個是 那結果呢 這個網友就感到相當的傻眼 因為這完全與事實不符嘛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會覺得說 你心中有愛 你看什麼都是愛 如果你心中有實 你看什麼都是實 也就是說 這些東西都是個人情緒式的 那個人情緒式的東西 其實距離現實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仍然認為說 你還是要回歸到事實面 好 你用事實來發言 會比較能夠說服更多的人 加入你們的陣營 如果你在持續用這種情感式的 然後用這種荒唐的發言的話 你只會讓大家覺得 哎呦天啊 你們這些人好可怕 怎麼一點理智都沒有 反而會把你們越推越遠 所以對韓國瑜最好的方式 是回到理智 好 但是呢 我們現在呢 錢盡力來共 當然我們除了我們篩選出來 就是我們挑選出來的 這些留言之外 其實裡面呢 我在聊天室裡面 巧欣也在聊天室裡面 有看到 其實有一些的網友直接講 如果對比這個光琴姐 她之前的言論 有人認為是 她常常在罵民進黨 多索呢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她也是對韓國瑜稱讚有加 甚至於還幫韓國瑜寫了一本書 但是怎麼會 因為一個訪問 然後就是四年 要不要做好做滿 讓她現在變成是 好像韓粉的攻擊的首顎 真的不做好做滿 有這麼嚴重嗎 還是說真的 如黃光琴所說的 一句誰說的 吹起了攻擊的號角 做一個提示性的作用 我覺得愛她就要尊重她 這也是我每一次 在電視節目上面 都會跟所有的韓粉講話 就是說 當然這次的攻擊事件 很多的韓粉覺得說 說不定是反串的假韓粉 這樣子啊 這也有可能 但是因為光琴姐她既然已經要走法律訴訟 慢慢慢慢的就會水落石出 那她也把很多在網路上攻擊她 而且她的兒子不堪入目的話 有PO出來讓大家公平 而且被PO出來這些網友 你應該就是可能會被她提告的對象 那你會發現說 這個用字跟她的情緒 其實已經到一個很誇張的地步 那我覺得對韓國瑜市長來講 韓粉的攻擊 就你作為一個韓國瑜的粉絲 我們要幫她做的事情 就是讓韓國瑜被更多 可能原本不支持她的人認同 然後能夠取得更多大家的支持 更喜歡高雄 更喜歡韓國瑜 可是如果變成是在外面 替她製造出敵人 像黃光晴必須講 她本來就是一直都很支持韓國瑜的 這次她會去跟韓國瑜約訪 她是從她的廣播公司 是在台北市中心 她是因為韓國瑜市長沒有時間 她還直接到高雄去 做預錄的訪問 然後才播出的 這個也是展現她媒體人的誠意 那你對於她所謂 有沒有做好做滿四個字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那天黃光晴她在她的臉書上也有寫 你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甚至韓國瑜如果覺得 市長他覺得原本的訪問裡面 沒有表達得這麼清楚 他要另外跟媒體做更多的補充交代 甚至推翻原本講的話 其實都不是問題 這種事情也都很常見 但是是不是就要對媒體人 進行這樣的攻擊 何況他在過程當中他們的討論是愉快的 如果他們兩個討論的廣播那種是衝突的 不婚而散 或許韓粉會覺得說你的態度太差了 你邀請人家來訪問 主持人怎麼還這樣做 但其實都沒有 只是因為一個解讀不同的事情 就變成是這樣的攻防 我覺得真正的韓粉 真正的韓粉恐怕也會覺得說 這樣子我們如果有很多其他人這樣做的話 是不是會給韓國瑜扣分 所以有一些比較中立理性的韓粉 也都在他的臉書上講說 我是韓粉 可是我會理性 也呼籲其他的自稱韓粉的人 一定不管你是什麼粉 韓粉 科粉 任何粉 不管你是什麼政黨的 你只要人身攻擊 其實你基本上就有可能吃官司 可能是違法的行為 這一點我覺得還是要再度呼籲 我們廣大的網友一定要注意 好 我們這個前進新台灣 是希望透過一個溝通的理性平台 如果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也可以透過這個前進力來購 在掃瞄QR Code 進入我們的Live直播的聊天室 來提供意見 或者保證你的想法給我們 所以其實真正要被監督的 應該就是市長本人啊 比如說像韓國瑜 先姑且不論要不要做嘛 因為這是他自己的決定 但是做好 選民可以做要求 像最近就在網路上 另外一個跟韓國瑜有關 就是他出席了高雄的春天藝術節 結果呢 現在有人說他是遲到 但他自己說我不是遲到 我只是準時到 但不論如何已經是開始表演了 所以呢 因為韓國瑜身邊 又有一大批的工作人員 還有媒體 閃光燈炒到了 其實已經早就靜靜坐在那邊 要等表演的人 因此引發了作秀這樣的一個批評 帶你來看這個報導 小心 小心 開路 穿著雨 伊高雄市長 韓國瑜跟妻子李嘉芬 首牽手參加春天藝術節 身邊還跟著十多位幕僚和工作人員 但表演其實早就開始了 雖然遲到了依舊大陣仗走進會場 不管台上還在表演 閃光燈閃個不停 有人見到韓國瑜還直接大聲打招呼 韓國瑜也沒有阻止 但可不是所有人都是韓粉 看表演被干擾觀眾氣得大罵 但韓國瑜明明遲到 主辦單位卻還po文大讚 韓國瑜陪觀眾一起淋雨看完全程 但網友毫不留情 痛批這是專業表演 不是給你們政客拿來作秀用的 超級沒禮貌 還有人問下禮拜市長還會去嗎 會的話我要先改行程 也有人說真的很懷念花媽 因為看看過去 陳菊每年都參加藝術節 但都是一個人悄悄走進會場 和民眾一起看表演 對比韓國瑜的人強大陣仗 加上閃光燈 陳菊相對低調許多 參加藝術節原本是美式衣裝 但韓國瑜不只大遲到 又完全無視台上表演者 跟其他觀眾權益 也難怪會引起眾怒 三選的唯婷 綜合報導 好 退支在做農委會副主委之前 其實是台南市議員 你怎麼來看 這個韓國瑜的這個被 春天音樂節 然後因為帶媒體進去 然後被其他的觀眾 批說是作秀 我想這個是一個公眾人物 或者說一個行政首長 一個基本素養 那比如說過去賴清澤 在當市長的時候 不管他是不是賴神 至少比如說台南 也辦了好幾次大型音樂會 像是海莉啊 還有像幾個知名的交響樂團 那當初其實這裡面當然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幾乎都沒有出現在公眾面前的賴夫人 大概都會提早半個小時就會入場坐在那邊 是啊 那賴市長通常都是會大概比較準時的時候 也是會提早入座 那很少很少有機會 如果說他真的因為形成delay的話 他一定會等到第一首曲目或第二首曲目結束之後的那個空檔 才會進去 不可能在演出的中間就這樣子走進會場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來回頭來看 剛剛提到說有關於這個韓粉的問題 我覺得每一個工作人物只要 特別現在這個網路就像剛剛巧欣也有講 現在的新聞跟這個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對 我們一般的過去我們的這個 一般人的節奏絕對跟不上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有人分析這個韓國瑜網路FB 就針對他的FB的反應 他的正評跟負評 現在開始出現所謂的黃金交叉 不管叫黃金還是死亡 藍線是正面的 是 紅線是負評 這個是做到3月12號的分析 然後關鍵的交叉點出現在3月6號7號左右 3月6號7號左右 當然我們可以回顧一下 到底3月6號7號發生什麼事 但是很有趣的是 大概3月6號7號也出現了什麼東西呢 就出現了這個 就是當初有人做了他從上任之後的出勤記錄表 上班出國 上班喝酒還是請假出國這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出現之後呢 3月6號7號之後他的FB針對他FB的正評負評的大數據分析 開始出現了一個分析點 所以這個東西跟這個不管剛剛像巧心講的 如果你是一個公眾人物或一個政治人物的一個Fans 那你對於這個理性的反應 再來說你到底該怎麼樣來起一個真的社會的一個正面的社會教育的價值 另外一方面來講也有人開玩笑說 會不會是他這個當初選舉完之後的下的那個網路行銷預算已經結束了 這個專案的履約合約已經到期了 所以開始出現了分歧 當然我們我也沒有這個特定的機構或預算來做這樣的分析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 那今天不管是一個公眾人物也好 或者是剛剛提到的這個真的身兼教育責任的老師也好 那你如果你有你本身該進行的社會教育的這樣一個社會典範的這樣一個責任的話 你就應該要記得你自己的身份跟你該發揮的作用 時時刻刻即便尤其是你正在風頭上的話特別要注意 比如說之前當然有一位首長可能忘了他自己太久沒職業了 拿起針來就打 這個實在是也不是也不是很恰當的這個表現 所以公眾人物自己本身以身作則是非常重要的 包含民進黨在內也是一樣 你順風順水的時候也更是要戒慎恐懼 那今天我相信不管你是藍的還是綠的 你越順風順水的時候真的就是要戒慎恐懼 好休息一下廣告回來前進你來講 順風順水的時候更要小心 但是潘恆旭針對鄧紫棋到底要不要代言 有沒有這個所謂的獅子大開口貪財 三度被打臉到底是什麼事 廣告回來一起來了解 歡迎回到田徑新台灣 講到韓國瑜 我們在監督他至少我們可以監督他有沒有做好這個部分 除了剛剛的草地音樂節被觀眾認為說他作秀之外 來看有關於鄧紫棋的部分 他的觀光局長又被鄧紫棋的經濟公司打臉 因為之前說他們是獅子大開口 那經濟公司就說根本就沒有接到接洽電話 結果他們就在改口說不是找經濟公司是找行銷公司 結果行銷公司也說呢我們就根本沒有收到你的企劃書啊 那麼呢這個說好阿諾要來可是三月已經過一半了 現在演講也沒有半步 好這個就是我們其實每天幾乎都在關注高雄 但其實高雄之外有另外一位市長是台中市長盧秀燕 現在呢也被網友問說你之前不是講說你上任之後台中空氣就會變好嗎 可是現在蔡英文要訪台中喔盧秀燕就落狠話說 那最好多帶一點預算來解決我空污的問題 否則我還不見得要配合你的交通管制欸 欸怎麼以前選錢的時候是說我選上空氣就會變好 但現在就要推給中央要錢呢 可是如果這個部分我們沒有特別去講的話 大家可能都不會去注意 因為大家都把焦點放在韓國瑜的身上 那麼因為這樣呢有一位相聲演員叫黃毅豪 他就做了一個talk show 單口相聲 他幽默地點出說 為什麼台中人都是韓粉呢 我們帶你一起來聽一段 說到那個宗教 說到宗教 我特別想問一下現場有沒有韓粉 我難怪你不要問我說為什麼想到宗教會想到韓粉 你需要自己去體會就去做 現場有沒有韓粉舉手一下 你看看 又沒有 不可能 我家都看中天新聞 不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場 我現在到每一個場地我都會問這個事情 就是現場有沒有韓粉舉手 從來沒有舉過手 我不懂欸 為什麼韓粉就跟鬼一樣 聽說到處都是肉眼總是砍不見的 那你為什麼 那現場有沒有台中來的朋友 有沒有台中人 一個都沒有 那你就隨便我講 是這樣的 台中人之前選了魯秀燕當市長 知道嗎 就是那個古怪空氣的魯秀燕 我一直在覺得他們選完魯秀燕之後 台中人應該是現在全台灣最支持韓國瑜的族群 你們去仔細的想一下 如果不是因為高雄人選出了韓國瑜 現在在網路上被笑腦殘的就是台中人 我有時候覺得台中人根本就應該集資 他們應該集資在台中市中心建一個韓國瑜的統項 韓國瑜 是不是魯秀燕上台就會變好 感覺上好像目前是沒有 所以魯秀燕就說了蔡英文你如果不帶錢來解決我空屋的問題的話 我不建得要配合你的交管 現場委員 所以台中市長可以不配合交管 因為不帶錢來解 我覺得魯秀燕在講這個 這個什麼空氣 什麼叫不帶預算的話就不配合交管 事實上如果我們現在現在六日蔡英文來的時候 反而他們都說盡量減少交管 他本來就要求不要 對 他就說我甚至他有時候是自己騎台車就直接到了 然後就是隨乎帶著 因為你要交管你就會勞勢動眾 甚至你會讓地方的警察很忙 那甚至有時候還會說露雨天 然後警察在那邊過紅塵燕 叫總統要來生氣 所以整次都變成塵燕這樣 所以這本來就是一件勞勢動眾的事 我覺得蔡英文依他的個性 他也不見得會喜歡這件事 那我覺得還是要去講魯秀燕 魯秀燕選舉的時候大概就這八個字吧 市長換人空氣換心 這是他的slogan 你看他的問政說明會一樣是這八個字 然後他跟胡志強 那開著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背板也是這八個字 市長換人空氣換心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他就要 台中的空氣就會變好啊 那如果以這一套理論是可以落實的話 那現在他也上任了啊 現在台中的空氣應該都很棒了 那台中市人自己去感受嘛 那他到底魯秀燕在選舉的時候 他有告訴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有投票權的人去說 我上任了我要怎麼改善台中的空氣 這件事情事實上我們看魯秀燕的政見 他沒有講嘛 那如果說好你要減少藍莓 減少藍莓這件事 林嘉隆就在做了啊 林嘉隆的市長任內 他至少讓所有台中的藍莓的 都降低了他的機組的一個承載量 而且至少已經下降了21%以上的一個藍莓 所以這個就是真的有在落實要減少空污 那好 那你現在魯秀燕要怎麼減少空污 大概就像那一天 那一天那個誰 那一個 中電不要北宋 對 中電不要北宋 還是說我們的嚴委員 他在質詢蘇貞昌的時候說 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藍莓都消失在地球 讓地球上永遠沒有藍莓基 可是問題是說 你現在都不要燒炭的這件事情 有可能被落實嗎 縱使現在好 如果不燒炭的話 是連韓國烤肉都不能吃 韓國烤肉也沒了 對 我的想法是說 所以那個也是炭啊 所以那個也不能燒嗎 對啊 如果理論上的話 那些都會造成空污 都是PM2.5 對 對啊 那要回到的是說 那以現在台灣的整個能源的一個配比 就是燒炭它還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們未來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用燒天然氣的部分要來提高 然後來提高濾冷的部分 然後碳的部分讓它去減少 但是減少不代表它會沒有 它還是會存在 所以它自然它一定會存在的話 你只能讓它不斷的去做優化 那這些事情 你盧秀燕總是要告訴大家吧 告訴大家說 那你到底要怎麼做 而不是說 我現在來 我就賴給中央 我已經當市長了 你中央就是不幫我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改善空污的問題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幹嘛要選你當市長了 那現在林佳龍繼續當市長的話 是不是他跟中央的溝通 是相對更暢順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突顯一個很矛盾 那回到韓國語啦 我還是要把這一張 就是我們這個陳柏惟 他所臉書上做的 他一直在更新 就是阿諾三月要來的 然後這個倒數計時計 那是什麼 19 18 1 2 3 這個19 19 這個是day嘛 這個是10 這是minute 那這是second 所以它這個是幾天前 因為今天已經3月13了 那大概剩17 這個19已經變17了 所以還有17天的時間 我們真的很期待阿諾來 如果阿諾來了 我也要去高雄 要去參觀一下 要去一堵好萊塢巨星的風宅 所以我們也是在這也是呼籲說 這個盤衡序要更快的啦 對一天趕快讓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後 我們會給家人的人 我們帶比較多人 我們這會來高雄 怕怕怕怕怕 我們充滿期待 好 所以說對於這個現在 是不是算是一種有樣學樣 或是這就是一個地方中央 現在用互槓的方式 來爭取一個時間上的緩衝 從韓國語開始 他的這個喝完調酒之後的直播 槓中央的前瞻計劃 到現在盧秀燕把空污問題的解決 丟給蔡英文 請他帶預算來 那麼到底中央地方 用這樣的方式彼此互相相處 是市民之福嗎 廣告回來更多討論 歡迎回到前進新台灣 前進來跟我們只要掃描 我們螢幕上面的QR Code 就可以進入我們 Youtube上面的聊天室 把你的意見跟想法告訴我們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比如說這個古關的空氣 裝在瓶子裡面 現在要漲價了嗎 那麼台中的空氣 有沒有因為盧秀燕而變豪呢 那麼其實大家都有想法 包括這個阿諾 不來其實呢 有人輕易找別的阿諾 好 不論如何 我想問的仁俊就是說 選前承諾是一回事 但有些人當然選後 就變拔拉票做不到 那麼這個包括連韓國瑜 也有很多很多什麼摩天輪啊 什麼賽馬場 都被我們討論過 但是你說像這個空氣 你自己以前講說 上來你就會變好 結果現在變成是說 要求別人給預算 才能夠做得好 那給預算 至少作為一個市長負責任 你要告訴他 你錢要花在什麼地方吧 這可能不是只有給預算的問題 因為他提出來是 還要把那個發電機啊什麼 給拆掉 然後他有提出他的 這個想法跟看法 不過我大概看這些 您剛提到有一些 這個所謂號稱 就是政治人物選前 所開的這個選舉的支票 那到選後 是不是被兌現了 這件事情上面 雙方的立場 其實說真的 支持者各自有擁護 只有這個 盧秀燕的這個新聞 一出來的時候 大概看到那個比例上面 他擁護的人聲音是比較少一點 因為多數人直接就會覺得說 你現在說的 這個完全是不合理 為什麼 因為很多東西是你市政 自己可以做決定的 如果今天在面對這個 所謂市政 你達得到跟達不到的過程當中 採取叫做抗衡的方式 這個抗衡你要看理性或不理性 我光舉一個例子 以盧秀燕這一次 他舉的例子叫做說 如果你不帶著錢跟方案 怎麼來解決的話 那我考慮你 蔡英文如果要來 我不見得一定要配合交管 那這個就是一種抗衡的手段 可是這個抗衡手段 合理不合理 我覺得這個大家自己心裡有個評價 就這個有點荒謬 那如果今天要變成是 中央跟地方之間的 地方跟中央之間的這個對抗的話 那是不是真的乾脆講說 OK啊你不派交管 那我現在就不給你什麼 那不是無聊透頂了嗎 就是這兩件事情 對於國家元首的這個交管 其實不只是維護他的尊嚴 其實也是一樣是一個安全性的問題 如果今天有任何的閃失 或任何的這個意外事件發生 我相信不管你是哪個執政縣市 你都沒有辦法難辞其救 對於這些員警 對於這些他執勤的公務員來說 他本身就有他的職責所在 你今天逼迫說 我告訴你你不准去 如果真的安全是你要搭這個地方 對 尤其是警察這是一條邊 他們還有另外的警政署 有別的長官 那他要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就說不要 就政治人物 你今天提出任何的想法跟主張 我覺得都OK 你台中市民也可以有更多 你也有你的市政的這個權責 對不對 那你可以去跟中央 合理的去提出你的論述 這個東西是可以被討論的 你想像空污的這件事情 說真的我們很早也在這邊講 就是說空污不是只有台中一片空污 那個周邊你說只有東西集集在台中 也沒有 南投空氣是不是特別好 你再往北一點點 苗栗新竹 是不是也有空氣的問題 我們在台北也有 高雄也有這個空氣的問題 可是你今天既然當選 因為你的訴求是這個 你當選完了之後 那你是不是應該想盡辦法提出改善的方式 這個有一點點 我其實覺得就是說 可能這個東西跟高雄是有點像 比如說在高雄當時提出很多這個想法 跟他的這個這個心裡面的那個小宇宙的時候 那大家會質疑你做得到做不到的時候 如果就是一句話講說 我們提出來政策 但是中央不配合 那所以我就做不到 這個你就會知道 就是說對於可行性來講 其實那我也可以漫天的講 我也可以希望我做很多很多東西 反正你不給我錢我就做不到 那就不是我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才會講就是說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就是說當這個言論出的時候 在這個言論下面的 這個網路的留言 多數其實在這件事情 我還是覺得 就當然有些calsay的 可是如果今天只是用這個方式說 你不來 你不來猜不給我錢 給你錢你也解決不了 我想白一點 好 因為其實空屋的問題 包括最近如果你有看國際新聞 連首爾也隨時都在發布 所謂的霧霾的警報 那卻是一個全球化的問題 但重點就來了 所以不帶錢來不給交管 這樣的政治勒索 對一個新上任的市長 這有好處嗎 我想因為主要是 對盧市長來說 他最重要的政見就是說空屋 那他在選舉期間 他提出的政見 跟這個火力發電廠 台中火力發電廠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呢 我必須先幫他講一句話 就是說他在2月12號的時候 有跟經濟部長沈榮金 有一個對談 那他們就是提出說 在行政院會會提出說 希望可以停中火的4號機 那這樣的話 他希望可以先去解決 這個台中空屋的問題 也是幫我們台中的民眾發聲 但是因為經濟部 他們當然他們有自己的評估跟考 他說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在這個 他最新提出來 台中的要求上面 等於說跟中央 有一點槓上 所以他等於說這個是一個延續的戰場 他這當然不是新開戰場 是延續的戰場 但是回到就是說 是不是不配合交管 這個東西我覺得我們理性上面 還是能夠配合就配合 我相信盧政黨他也不會說 故意要不配合 他可能只是說 既然有這樣的新聞 他拿這個東西去跟中央 argue說看能不能說 來跟我們對談的時候 在我們所關心的政策上面 有一些比較良好的互動 否則的話從他的角度來說 這麼多的民眾願意支持他 主要是因為他們對於台中的 火力的發電廠 他們是不滿的 所以他對這件事情來說 停中火4號來說 他是有民意的代表性跟正當性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的中央 針對這個民意 能夠給予回饋的話 兩邊一起協調解決的話 其他產生的雙贏 絕對不是只有盧市長 他覺得說我的政見做到了 而是民眾他也會知道說 這個東西中央 他也必須有處理的原則 那中央跟地方 能夠一起去做到的話 對於沈榮金 對於中央也是有好處 所以我覺得不妨 用比較正向的方式 來跟中央討論這個事情 反而可能會給中央 製造更大的壓力 好 那麼對於這個 有關於台中的空氣的部分呢 確實其實全台 甚至全世界都在考量有關於 霧霾或空氣品質不好的部分 但是對蔡英文總統來講 現在最受困擾的 除了假新聞之外 為什麼還有媒體要幫忙 帶燈說 尋求不連任的聲明呢 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要帶人家代血 帶燈 幫人家帶燈呢 廣告回來帶您瞭解 歡迎回到前進新台灣 我記得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還曾經告訴過大家 有一篇Line的這樣子以蔡英文總統 為名的一個Line的長文 說他要給全國同胞的一封信 那麼當時是說黨內初選 希望賴欣德啊 鄭文灘一起都來 然後呢還在信件當中 批評了柯文哲的一些言論 那麼當時因為是夾帶了很多 民進黨認同支持者認同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跟理念 所以很多人搞不懂說 至少你是不是蔡英文的 所以總統府急忙的就在Line 蔡英文的官方群組當中說呢 這不是我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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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了三遍 表示這不是蔡英文所發出來的信 但是現在呢 梅里島電子報登出了一個是 蔡英文不尋求連任的聲明 但是這說是代你 那麼是誰來你的呢 是陳國祥 那麼他上面是講說 不再尋求連任之後 我將在剩餘的一年任期當中 加倍奮發勇為 全心全力實現我的承諾政見 壯大台灣 連結國際 展開台灣璀璨的未來 我想問易宇 看到這個 這是要怎麼處理 現在可以用這種方法處理 這個跟上禮拜在Line 總統用Line去說 這不是真的 一樣是假新聞 而且這個假新聞很過分 他直接在這樣的一個平面 這個網路的一個傳播媒介 那陳國祥這個人 我想大家知道 他當過中央社的社長 那在蔡英文執政之後 那基於政黨輪替的概念 我們當然就是把它換掉嘛 結果他自從被換掉之後 就對大概對蔡總統 對民進黨執政 就非常的痛恨 非常的充滿了怨誕 所以 媒體人可以這樣子 做這種代血的工作嗎 代書啊 好 不管你再 你對民進黨執政 你再怎麼有意見 你怎麼可以帶總統去寫的 這樣的一個聲明 好 這樣的一個聲明明明就不是總統的 你用個代理 而且竟然還在美麗島電子報 然後就把它看出來 那這讓太多 很多那一種 他去收看這個媒體的人 他怎麼有辦法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真的 是假的 尤其說我們現在很多的 收到的訊息 就透過LINE 那LINE他只是透過一個連結而已 他這個連結上 他沒有辦法 更沒有辦法知道說 這個東西真的就是一個假的 一個消息 有網友就說 這是幻想文 對 他 那一個幻想文 可是這個已經是 我們把它講 它是幻想文 可是對很多 收到訊息的人 他沒有時間去消化 這個到底是不是幻想文的時候 他還真的會以為 哎呦 創意文不是本期啊 為什麼現在外面 就說創意文要算 他可能會 就這樣人生會充滿著問號 然後說 那我現在到底 還要不要支持蔡英文 還是說我該來轉向了 我是不是來支持別人了 所以這人平常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情真的展露出 整個媒體的專業 整個媒體應該要 遵守的原則 他們都把它放棄掉 退之 你覺得怎麼看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就是說 不只是這個媒體 該有的原則之外 國家針對於整個 媒體網路的這個NCC 也應該要動起來 也應該要動起來 他不是再去 待一半的 監守所謂的行政中立 行政中立是 在你執行任何事務的時候 你不能有偏頗偏思 但是你針對 危害到國家 危害到國家